哈囉大家好 我是大師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 FB還有Twitch 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來先宣傳一下大師的天氣節手遊的社群 那如果大家對之後天氣節手遊有興趣的朋友們 或是觀眾朋友們 那可以先掃大師的這個手遊社群 大家一起來互動討論 那我的QR Code在畫面這邊拿自行掃一下 掃完之後呢會叫你輸入密碼 那這個密碼是3345678 是3345678 那LINE的社群是不會有你原本的大頭照的照片 跟你的名稱 然後你在進入社群之前呢 他會叫你選一張大頭貼跟 設一個名稱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那有任何問題就是可以在上面互相的討論 那其他的朋友們也會跟你互動 那既有加入之前先打聲招呼 那大師知道你是 你是誰跟哪一位這樣子好不好 好那我們影片開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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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的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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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誰 誰在那 你們幾個 回去看看 欸 在這麼近人距離 偷聽果然容易被發現 啊 原來是你們幾個 侯尹快走 快回去傳消息 他們在這 開打了 你們在找人 冥黃是誰 冥 冥黃 就是冥黃啊 你 你不是知道他嗎 奇怪 冥黃 不是老走就死了嗎 黃 你該回來了 他要跑了 跑得真快 那千眼傳野人 莫非是那個什麼閣老 應該是吧 雨嶼姐 你怎麼像突然走神了 沒什麼 我只是在想學冥教和冥黃有什麼關係 但我提起了那個先生 又是什麼人 雨嶼 你怎麼怎麼有那麼多不能說 不想提示呢 哇 哇 好了啦 欸這個是誰念的 怎麼是寫雨嶼 好 你想幹嘛 逃兵 我 小招 我要走了 沒有 雲針的事 我得自己去搞明白 即便那日親眼見他身著玄冥教服侍 但眼見或許也未必為實 畢竟若非他提醒 大撒官怕失 哎 方才小著私下頓走 免得還有離別一事 畢竟我等江湖人是 青山不改 綠水長流 要走快走 小招 那我走了 嗯 走你的吧 哎 英公子 小不點 你不是覺得英雄其實有事沒告訴我們嗎 他要走你幹嘛不攔著他 攔他 他有手有腳大呼人一個 誰還當真能攔他呀 英公子 英公子身在天玄門 他也須做些自己的事情 哈哈哈哈 小兄弟們 別來無恙啊 可真是 巧了 王延列 你帶這點人也想來抓人 將軍所托之人 你休想動 不不不不 我可不是為了抓他們來的 哈哈哈哈 我要抓的人 是你呀 你上回給我的那一刀 哎呦可疼了 我到今兒還回味著那刀鋒 從眉毛上滑過去的滋味 刀在骨頭上過去的咔的那一聲 今兒我把這一刀還給你的脖子 可好 這 今日曹大人是為送我們而來 此番我們定會護你安全離開 哦 對了曹吳明 忘了和你說 吳將軍動身回京城了 我看呀 反正你也趕不回去了 不如就讓我送送你 讓你陪他下去喝杯水酒 這話 難道 朝中有金賊細做 還是他得了什麼消息 是朝中人要對將軍不利 不好 我須趕快返回 追上將軍 好 助你逃脫 行 好 好 上官員走這 好 就這樣 不他們 我看你們在跑啊 ok 曹吳明不會去主動打他們 好 這邊應該都算簡單的 好這邊全員休息 好 忘記幫允許補血 沒關係啊都贏了 可惡 又让他们跑了 大恩不言信 曹某人告辞 这丝还真是命大 九阴大人 别人追那剑客是因为 是因为那是送黄成丝的人 黄成丝肯定会有地脉的 现在我不需要地脉的消息了 九阴 白 白守将军 还请叫我记守 九 记守 我有话和你说 这位是 二位大人有事 那 彼人先行告退 将军找我何事 是圣女让你来 记守 地脉你必须得接着找 嗯 圣女改主意了 他之前还说要九阴探查十轮之力的呀 哎呀呀 先别提圣女 你得知道 主上手底下不是吃你一个人 他怎的就知道什么东西藏在大撒官 怎的就知道绍兴二十七年有人绘制地脉图 这 那主上为何至今仍旧被困在幽界 主上之前探查地脉是为了别的事情 并非为了出来 也就没留心过上古法阵 现在可不一样了 嗯 将军为什么知道这些 还告诉九阴 将军不一直是圣女的人吗 这 哎呀呀 你别管这些 主上发现刻盘和地脉之间有什么联系 他想要刻盘 但目的和圣女不一样 将军说的这些 圣女知道吗 圣女 圣女肯定猜到了 他早前就不想主上出来 肯定是早就注意到了什么蛛丝马迹 我们真的快到南州了 哇 雨 雨溪 你怎么突然就 哦 我知道了 你着急找女 找灾女 当然得将沿途知识 构之灾女大人 怪起灾女大人 应该也 应该也会有重要发现才对 哎 雨姐姐 您就这么信任那个灾女吗 咦 不可这么说话 灾女大人 当然会帮助我们的 我倒觉得 靠她不如靠自己 你看她 都只知道 叫我们自己过去 去过去里 找提示 哎呀 不可这么说灾女大人 好了好了 知道了知道 灾女无所不能 行的吧 你姐姐就知道 说灾女灾女灾女 一一 一 一 一十个 我们两个合起来 在雨姐姐那 都比不过一个灾女呢 好 主线是往哪里走啊 那左边是干嘛的 那坐这边 宙斯阴谋 好 几位 可是这灾女大人所托 哼 没错 你 你是哪位 哼 灾女大人命 我在此等你们 书师里面的阵法 只有我能停下 灾女 为什么找个小姑娘 你与灾女认识 似乎是认识的吧 反正觉得很熟悉 我们赶快去吧 灾女说此事刻不容缓 这次导到的法阵 看来完好不少 嗯 那么现在 就 石鬼 起 大人果然是以老一看好的人 得了这法阵相助 想必 想必 一定能遭出源源不绝的 屎鬼 哼哼 翘色如晃 舍得就是用这样的废物 才总没法推翻狗皇帝 这次的法阵留有大用 你们可看好了 别出疲漏 不然 就把你的舌头割下了喂狗 大人放心 大人放心 小的 绝不会掉链子的 想必 那就是在女大人收购的法阵呢 若不关闭法阵 这些石鬼将渊源不起 看样子 抓树上树卷 哦 原来有访客啊 就让石鬼迎接你们吧 看样情况不妙 得到凡诸位尽快速过程 我到法阵旁边 哎 但先交给我们好了 我们要保证你安全抵达的 要不再行动给小女孩NPC 他会动吗 耶会动太棒了 赢了 要么这样 诸天星药 流转 哈 哎 反正关闭了 哎 这法阵究竟是什么 这 这是一种可以将地脉的灵器 抽取的特殊阵法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嗯 为什么我会知道 好像似乎我生来就知道了 嗯 好可怕的感觉 人类都好可怕 这爱女子前吩咐我们来兰州 与她相见 但眼下为何不见她的踪迹 兴许只是路上耽搁了吧 毕竟摘女行事一向 一向神神秘秘吗 我倒是觉得她藏了不少事情没说 阿良 摘女须查探的事情可比我们要多 无暇他顾也是正常 就算有事隐瞒 也只是未到须我们知晓的时机 你不可这么评判她 好了好了 知道了 我们进城再找找 她或许就在城内也不一定 哎 哎 玉知哥 这兰州城内的夏金兵混在一处 居然不打架 真真是奇怪 以往他们不都是相见眼红 恨不得活死了对方吧 那是因为没人让他们打 那就不打呗 打来打去 也不知道是给谁打的 哎 于心你看那边 怎么围了那么多人 都散了都散了 甭看热闹 快走快走 找你家大人去 再不走 坏人就来把你抓走了 他说我们是坏人 没错 我们是来接手这里的 左右为一 出 出辱为同 这 这就是你们要找的什么 十之戏 那位大人已经进去了 知道了 你们可以走了 他是为圣女去探查的吧 没错 我们还有要事要办 走了 告辞 那位大人 我估计他们说的人是九阴 九阴 要是他也在 那 刻盘难道在这怪异的门之内 这门似乎极不稳定 这门内有种力量 似乎是时间 怎么会这样 时间 玉芝哥 那这门之内 岂不是和你的印记 开启的十之戏一样了 或许 但我可没这力量 在环宇内开启这么一道门来 走 我们进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是个什么东西 对 队长 身体不停使魂了 怎么办 不知道 老子的头 也好晕哪 阿良 这 这里似乎真的是 是十之戏 十之戏真的会 会降临在环宇内 什 什么意思 听你这话的意思 十之戏是不该在环宇内降临 还是说这是什么恶兆 会带来什么灾难 这 究竟会如何 怕也不好说 我只知十轮宫有记载 时轻时夸踏时空 会混乱时虑 但这毕竟一直也只是传说罢了 这样吗 我手臂上的印记 带有的十轮之力也说是传说 这年头 怪异的事情真是一茬接一茬 诶 别聊这些了 你们快看看这些兵啊 你们就没觉得他们 和外头的那些 似乎哪里有点不一样 他们是过去之人 此处石虑早不存在 历史燕尘已是浑水一潭 咦 小心 他们似乎还被石侵染了 我就猜到 我就猜到 上 既然有人陪你们了 我就先告辞了 必须先摧毁石之源 削弱它的影响 这些怪物的力量被削弱了 一鼓作气消灭它们 所以我刚刚被打的时候 是它很强的时候 噢噢噢噢 原来如全 噢 它现在变好弱 噢噢噢 噢噢噢 真是常了恶障 诶 是啊是啊 这地方真是危险 夥犯 也有宜一块啊 哈哈哈哈哈哈 我要拿到 不 等等 不是我 你 你是谁 为什么要 磕盘是我的 我的 阿良 阿良 你在想什么 怎么突然就 神色这般古怪 啊 我 我没事 我 我拿到磕盘了 我先净化食物 以免实在凝聚 我来 这星鬼刻盘碎片并非一眼就能看见 九阴在此要找的 恐怕不是刻盘 我们还是再探探这儿 这 那好吧 但还是小心尾上 是 是那个人 夏侯大哥 你又要去哪里 你消失了那么久 别跟着我了 我要去和他第一次相见的地方 这么久 你终究还是放不下 我早说过 只要施轮还在运转 只要七要还在天顶分聚 但 但若是你真的重降下楼兰 那 那不是他愿意看见的 他曾说过 这里与幽界不同 这里充满生机 他不会愿意你 这只是你们一厢情愿的推测 何况 那只是当初 如果知道如此生离当年不如 就是陈师毁灭 又如何 夏侯大哥 你 你变了 以前你 人说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但 若不当初 何来今日 早年的夏侯仪 在天目降下的那刻就已烟消云散 而今 我算明白了当年获庸所为 为何要将未来的事 留给未来 这是 这难道是过去真实发生的事情 这个人的话 第一次相见的地方吗 这是 这 玉迟哥 这是你 那女孩是谁 这难道是 你要去哪里 现在 就连你也要背叛我吗 玉迟 每个人都有一条必须要走下去的路 就算众叛亲离 那 这些话 什么意思啊 这 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 为什么我也不在 这 为什么我也不在 是 那个时间到了吗 呀 谁来了 这 她看得见我们 喂喂 依依 修得无礼 这人 嗯 像是第十三代真女 葛云一 诶 她好像看不见我们呢 但她又嘀嘀咕咕咕的 难道自己在这自言自语 啊 原来是 尚且不存在的人啊 果然 事情还是按部就班的在发生啊 时间的力量 一直只存于传说 但时间 是在何时诞生的呢 我每年的这时候 都会在这儿等一会儿 就想等等看 是不是会有人来 想来 这时候来的 是那个人吧 你去家下之窟吧 那里 欠你一个答案 我们 我们快离开这地方吧 太诡异了 先去 去家下之窟 这十三代斋女的话 是对我说的吗 尤先生 尤先生 十之戏降临的环宇内 为什么我还是没法查探 你实话告诉我 你让我别管十轮之力 别管过去的事情 我往里到底藏了 藏着她的过去 她的野心 她死而复生的秘密 圣女 事态已经失控了 十轮的力量已与世间万物产生了护应 但 你现在才发现哪 是不是为时已晚了 哦 也不是 这些事儿 可不是你的悠先生希望你知道的 是 是你 哼 你居然还在 我以为先生早把你炼化了 你倒是说说 什么叫事态已经失控了 什么叫 死而复生 嘿嘿 死而复生的事儿我可不知道 但我知道那一天 我死亡的那天 他 重新诞生了 你的悠先生若非得了星药之力 可没法吸了那幻剑之魂 幻剑是混沌华丽之物 其魂连卢侯都掌控不得 你的悠先生 若非机缘巧合怎能炼化得了 星药之力 死而复生 他 果然是想让那个人复活吗 哈哈 他造出的那个人偶 没法得到魂魄 他就想逆转时光吗 所以呀 塑造星鬼刻盘的那些星药之力 能降下的可不只是换成楼兰 还有生死 但 作用只有一次 哼 十轮功藏着星鬼刻盘 就是在用着刻盘的力量 维系早已该覆灭的 所谓的世间平衡 你这怪物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知道这么多事 寄魂之人所知当然多 你的悠先生想炼化我 不就是为了得到我的记忆 得到真正的创世之密吗 哼 那就试试吧 时间和刻盘 两个都该是我的 哈哈 邪魔外道 天之大道 将涌在我十轮功这边 而你们 各有野心 各有欲望 原生的罪孽会让你们自己斗争 让你们一步步推向最终的灭亡 哼 我曾在镜中常驻 也曾因登长而先 更深入过深层的景下 我终于明白 看不见有失并非黑暗 而是因为光芒 你想要这光芒吗 这就是只是小小的圣妖吗 装神弄鬼 还不快快向前 那本人就不将你打回冤 圣妖 那这岂不是海色圣楼 咦 什么圣楼 这明明是传统中的天地格啊 啊啊啊啊 原来是天地格呈在圣楼里头啦 咦 这么一来 岂不是说 各个天地格都有通过海色圣楼连起来 哦 也对 这样才发面朝贤那是啊 小不连 你倒好像是对这个天地格挺熟悉的 那当然 不熟悉就是听说过 反正大致都是在天堡 然后有什么是 啊就是有个拼人的意识消失不确 去船是藏在圣楼里 这才有天地格 城后不能为人说到的事 都在天地格内办啊 反正带到大县的江湖了 多半也不想被朝廷注意 肯定会在其中活动啦 诶 时过境全啊 现在天地格人中 竟然多了这么些人 都不是康平师的地盘呢 好 首爷 OK 这天格是工会的意思吗 竟 竟有这些紫村凝赤 真有竟 呃 你也这点出息了 哎呦 我很远但你小子看不起 要知道 那 那长安城里 有条路的名字 专门为夸张本大爷的气魄 而且的 夸张凝什么 夸张凝久 哦不不不 云之量高吗 哼 下去听好了 开元末 西国献狮至长安西岛 铁龙炸裂 士族惶恐 黎明逃避 眼睛那狮子就要上人 但一段是要出大喝一声 某地这幅雄狮 后长安居民为既其威武 就让那路名额更为壮大大喝之池 柠檬不要放 嗯哼 这怎么还太口音的啊 诶 那天 云之池都 舌头 舌头有点不利索 嘿嘿 好嘛好嘛 感情 感情还是是靠着云之断档啊 你死心法之后可又不是之处 哦 你说这事啊 等一下 以后这事交给我好了 这 嗯 鱼西 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因为你是在明清清法细命堪忧啊 诶 那个九鹰是不是有些奇怪 我感受不到它身上的气息 我从未遇过这样的森林 或许它不一定是森林 什么 我曾与食人公点击中见过 这世间有创命之处可造人偶 寻找如常甚有思想 只是没有情感 你是说它是人偶 只是个猜测罢了 九鹰出现的实质系里 估计不是巧合 诶 你就是觉得它 或是说全名叫 也在探寻过去吗 是 但我奇怪的是 它为什么要进实际器探查 或者说 它是怎么知道我们几个 也在探访过去的 你这么说的话 是觉得 它此言偷听的专律 与我们的谈话 这么 什么是他们一早就在找过去的事情 我们弄了后手 要么 就只能是他们从别墅得到我们的消息 这 确实可能如此 只是此次探究起来 怕是有点费些死人 罢了 先不管这些了 我在实际中所见 架下之枯应该在南州附近 还是先去唱架下之枯 毕竟 那里或许能得到更多科盘随便的线索 总不能一直这么摸索 不动尊者 为什么要我悬眉进行房 他定有自己的安排 你就是掌握了十字里的人 他总在为你考虑的 毕竟 还需要你来找回科盘 自己的打算 打算什么 玉璽 明明也不知道他打什么主意吗 你这话究竟什么意思 不论专者不是说了 阿修去查探母母一动 想来这和罗罗眷主的动向有关 总之 我们听他的吩咐就是了 呃 我也是顺口一问 总觉得你 应该知道的事情比我多些 毕竟 我不是石人宫的弟子 阿良 石人宫也是这么大的地方 秘密也就是那些 别都想了 雨昕 从我记忆时起 我身边就只有你一个了 我一直觉得 你就是我的家人 若真有事 别瞒着我 我知道 雨昕 你知不知道那铁手的男人是谁 这 我所知 只有一人是铁手 让人迷幻 父姓夏侯 迷移 是个邪道中人 邪道中人 但当然在石人宫内 也是他出现出着黑妖 这人倒奇怪 不怕 我移永远 会 会 感叹 消费 展